哈囉 各位VOGUE的觀眾朋友你們好 我是林可彤 看到我通常都是要做運動 所以今天呢 就來跟大家分享我最喜歡的 彈力帶的運動 那為什麼呢 我會選擇做像這樣彈力帶的運動呢 是因為它非常的輕巧 然後好攜帶 所以呢 不管你去到哪裡都可以運動 如果你跟我一樣是運動狂的話 就絕對不可以錯過彈力帶 那今天呢 我們是用彈力帶的阻力呢 來做從頭到尾 從頭到腳 全身上下的六個動作 然後非常的簡單 大家一定要把它記起來 那第一個呢 我們就從手臂開始 大家都會知道呢 媽媽就是最怕有掰掰手 所以呢 掰掰秀 掰掰秀 所以呢 我們就把彈力帶套到我們的手上 然後上下 拉開之後呢 往下拉 往下拉的時候 你就可以看到我的左手的肌肉 是掰掰秀這個部分呢 就慢慢的緊實 用力的 然後我們要記得做彈力帶的動作就是身體要穩定 動作越慢 其實是越困難 所以呢 難度越高呢 效果也就會越好 所以我們可以一邊拉20下 然後再換邊 然後20下呢 是一組 那第二個呢 就是背部 其實我們會很常忽略掉背部的動作 如果呢 你的背部的肌肉線條好的話 其實你會讓你的身體看起來更挺胸 更有精神 所以第二個呢 我們就來做背部的動作 那呢 我們讓彈力帶呢 幫我們的手做一個正確的寬度 然後慢慢的將手往後拉 那記得你的手肘呢 是要輕輕的擦過你的身體的兩側 然後到後面的時候 你要讓你的肩胛骨向內夾 向內夾這個動作呢 就可以運動到我們的背部 那你要記得你在肩胛骨向內夾的時候呢 肚子不要突出來 肚子要收腹 那一樣呢 做20下 然後重複2-3組 就是一個很好的背部線條的訓練 那我們把上半身做完之後呢 我們就來做我們的下半身 下半身的第一個動作呢 我們會做的是臀部跟下肺的動作 這個動作呢 可以做到我們的臀部還有大腿的後側跟內側 我們呢 先把兩隻腳打開 跟我們的寬部一樣寬 然後雙手向後擺 然後這個時候呢 收腹 讓你的臀部呢 慢慢的抬起來成一個桌子的樣子 然後呢 厚住在這裡 然後將兩個膝蓋向外推 然後再內夾 向外推 在內夾 就可以做到我們的大腿的內側 然後這個桌子式呢 是可以做到我們的臀部跟下背 所以呢 我們放下之後呢 再一次向上推 然後讓膝蓋向外推 向外推 這樣的動作呢 就可以運動到我們整個的下半身 好 這個動作做完呢 我們就來做我們的臀部的練習 一樣呢 彈力帶在一樣的位子 然後呢 我們讓自己成四足跪絲 跪好之後呢 我們將我們的右腳向上提 向上提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你整個臀部呢 是向後的延伸 然後加上彈力帶的阻力 效果呢 會更好 那記得動作都要慢 然後身體要穩定 不要讓我們的臀部外翻 好 做完了下半身的動作之後呢 我們就要進行到最後 最後最後是我們的腹部的練習 腹部的練習呢 我們將彈力帶放在我們的腳背上面套好 然後呢 我們做一個平板式 平板式的時候呢 手要記得在你的肩膀的正下方 然後撐起來的時候呢 腹部要收 然後呢 腰部不要下陷 然後撐好之後呢 我們將我們的兩隻腳往前向登山式的動作 然後你會覺得這也是一個很好的有氧的動作 然後彈力帶的阻力呢 會讓你的運動的難度變深 所以呢 效果就會更好 那最後一個腹部的動作呢 是讓你的彈力帶 一樣來到你的膝蓋的上方 然後我們坐穩在地面上 然後將你的兩隻腳抬起 然後手呢 放在你的耳朵的後方 然後腳呢 可以踢出去左右的像騎腳踏車的方式 那平常在做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腹部呢 從中間到下腹都有很大的感覺 可是如果你加上彈力帶的話呢 會更難 那你一樣可以做20下 然後重複二至三組 就是非常非常好的訓練 其實呢 只要有彈力帶 每天呢 花15到30分鐘這樣子做運動 你就會覺得身體的彪附線條會變得更好 然後運動其實不難 在家或者是 甚至在辦公室的小角落 也都可以用彈力帶 來做很多很多不一樣的訓練 希望大家呢 可以用彈力帶 培養更好的運動習慣 每個人都是可以擁有好身材的 今天呢 我要帶給大家一套高強度間歇運動 這套運動呢 除了是高強度的有氧以外 主要也是訓練到夏天女生最害怕的肚子 核心的部分 以及大腿的部分 我要教大家做的第一個動作呢 是高抬腿跳 那這個動作呢 我希望大家在做間歇之前呢 都還是稍微活動一下自己的關節 這個動作很簡單 應該大家小時候在體育課都有做過 就是這樣 這個動作呢 一直持續20秒 好 然後第二個動作呢 大家很熟悉的深蹲 深蹲要注意的東西很多 膝蓋呢 和腳尖要呈現同一個角度 不可以這樣憋腳或是腿太開 然後在蹲的時候呢 有一個屁股往後做的感覺 身體不要太往前 盡量讓自己有點挺 起來的時候 屁股有一個夾起來的感覺 做20下 但是如果你覺得深蹲已經很簡單了 如果你想要加進階板的 你可以這樣換你的重心 它在換重心的時候 同時也會運動到你的核心 幫助你做平衡 我們下一個動作呢 是 左右 左右蹲 你可以選擇插腰或手擺在前面都可以 做20下 那如果你覺得這個動作很輕鬆 你就可以變成這樣 手去碰你前面的地板 然後也是轉換重心 記得在做的時候 膝蓋和腳尖要朝同一個方向 這樣才不會受傷 這個動作叫做保加利亞蹲 它其實有一點點的難度 看似很緩慢 但其實需要全身的力量 一隻腳填在椅子上面 身體保持垂直 往下蹲 這邊的角度要呈現90度 不用很90 但是不可以超前太多 然後記得重心要有一點微微的往後 你會覺得重心後腳也很用力 這個動作呢 會練到你的大腿後側前側你的臀大肌還有小腿肌 一隻腳蹲八下 接下來就是地板的動作了 第一個動作要教大家的是喬式 喬式大家應該很熟悉 先躺著 然後呢肩膀還有膝蓋是同寬 你可以選擇你要這樣子做 做20下 你也可以選擇你停在這裡 手可以在下面握拳 這是比較進階的版本 但是都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地方要注意就是 你的屁股一定要維持一直夾著的狀態 你不可以做到後來然後開始往下掉 一定屁股要夾緊 這個動作訓練女生的臀部非常的有用 最後一個動作呢是我們的棒式 大家應該很常接觸到 但是很容易大家犯的錯就是呢 你停不下去了 你就開始把屁股抬高 或者是趴腰 這兩個動作如果發生的話 都會很容易使你受傷 所以記得肚子和屁股都是用力 一直都呈現緊繃的狀態 最後一個動作我們要停一分鐘 那如果你覺得一分鐘對你來說其實已經太簡單了呢 你可以選擇進階版的 把單腳抬起來 再換腳 這樣的話同時也可以訓練到你屁股的力量 接下來你就休息一分半 開始從第一個動作高抬腿跳開始 基本上呢如果你是運動新手的話 希望是可以做到三組 但是如果你運動能力已經非常好了 你可以藉由我剛剛提供的高難度的方式 或者是你時間停的長一點 來增加你的運動強度 哈囉大家好我是Key 今天會準備三個動作訓練我們的肩背 然後還有我們的拜拜秀的部分 跟我們身體的核心 那大家跟我一起做吧 好我們今天的第一個運動 是要訓練我們身體的核心 先讓我們的身體來到四足位置 把我們的雙手的手指頭打開 穩定的在你的肩膀的正下方 記得把你雙手的手指頭 有一點點微彎不要鎖死 微彎以後 讓你的雙腳膝蓋與肩膀翻 腳背放輕鬆我們吸氣 穩定好你的身體 以後把我們的右腳 左腳往後 讓身體頭還有胸口 肚子 肚子 腹部 腳跟在一條直線上 穩定好 停留三個呼吸 吸氣 起穩定好 在這邊三個呼吸 我們大概是30秒的時間 休息一次 再做下一趟 一樣 吸氣 預備 好把你的右腳 左腳 起動 一樣30秒 在這邊的過程中 你會感覺到你的肚子往內手緊緊的 手周圍彎感覺去推向地板的力量 頭頂延伸 眼睛的視線看遠一點點 不要讓頭掉下來 穩定的呼吸 三 二 感覺圍彎往內捲的力量 肚子會有一點兜兜酸酸的 都是正常的 如果我們的手臂或手腕不舒服的人 我們可以把我們的動作改成 手肘撐定 來到你剛剛手掌的位置 持肢緊扣 來到額頭的正下方 好像你的手肘往中間集中的力量 穩定好 一個吸氣 左腳 左腳 拉長的身體 肚子收 尾對骨卷 30秒 吸氣 吐氣 穩定的呼吸喔 你要把視線再看遠一點點 三 三 二 膝蓋先下 慢慢的腳背放輕鬆 身體慢慢的趴下 可以把雙手來到額頭的下方 調整你的呼吸 你可以左右稍微揚放一下自己的下背部 接下來我們要訓練我們的肺 還有肩膀 把你的雙手往前伸 雙腳稍微打開給你家店同彎 額頭輕輕的點在你的地板上 吸氣的手把我們的大腿離開地板 利用背部的力量 把你的胸口帶稿 把雙手往外延伸 感覺手腳拉長 記得脖子不抬 讓眼睛的視線看地板 慢慢的往下 我們一樣做十個 手氣慢慢的往下 再一次吸氣 就感覺肩胛骨往中間集中 手在延伸 腳在拉長 吐氣往下 吸氣 加油 吸 吸 吸 這個動作盡量注意自己的肩膀 不爽肩 脖子不抬 吸 最後五個吸氣 就感覺到背的力量 吸氣 再一次 吸氣 三 吐氣 二 吐氣 最後一個 一 在這邊我們可以試著調整一下 自己的呼吸的同時 把腳趾間勾向地板 去找到大腿後側的力量 先夾再夾緊一點點 我們進階的動作 可以把雙手的手肘彎曲 吸氣延伸 好像拉著兩條線一樣 吸氣 吸氣延伸 吸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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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吸 吸 雙胳腿再高 吸氣 最後五個 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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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兩個 來個 吸氣 背後一個 吸氣 手氣放鬆 你要搖搖自己的下背 讓自己稍微休息一下 慢慢的把身體 雙手來到你的胸膀兩側 肩膀一轉 肩體慢慢的再起來 深呼吸 延伸一下自己的下背 手肘記得不鎖死喔 一陣回彎的夾緊身體 肩膀往後往下 胸口往上提 下巴回彎 吐氣臀部往後 再一次 等一下自己的呼吸 我們再做下一個動作 下一個動作訓練我們的手臂 把我們的雙腳來到前方 打開跟肩膀的寬度一樣 把手指頭 來到臀部的後方 把肩膀往後轉 一個吸氣 胸口先挺胸 手肘一樣微彎不鎖死 眼睛的視線看著肚子 全部捲 慢慢的把身體帶起來 慢慢的吐氣 吸氣 去找到你的腳跟肚子 胸口的一條直線 吸氣 吸氣 這時候你要感覺到你的下手臂 緊緊摔摔摔的 去 吸氣 去 去 最後五個 吸氣 往下下 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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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兩個 去 最後一個 我們緊繞一下下去感覺一下 你可以白白手有一點緊緊痠痠的 再把臀部稍微夾緊一點點 往上 身體會像一個摸字型一樣 三秒 記得頭不要往後掉 把頭帶回來 下巴好像要去把你的胸口一樣 二 一 慢慢的把臀部往下 穩定好 再把你的雙手 解開 讓身體稍微休息一下 今天削了幾個動作希望大家會喜歡 如果大家還要看到更多精采的運動影片 請大家收集過我們頻道喔